看到是登革日疫情又新增了一起案例 就是台北市一名50歲的富人確認感染了 但是沒有相關活動史是在哪感染的 目前還不了解 好了一方面是新北市的天山公園 有民眾擅闖被開罰6萬 衛生局人員戴着口罩到處噴藥消毒 因為近期登革日疫情持續發酵 包括中和景星公園三建廟 還有新店天山公園周邊山區 統統列為高風險管制區 不過27號巡邏遠景抓住一名民眾 擅自闖入管制區 依照傳染病防治法和市府公告開罰6萬元 衛生局也呼籲別報僥倖心理 因為擅闖最高可以開罰30萬 那再來是登革日的部分 上週一共新增3例的本土登革日病例 那其中2例是居住在新北市 機關署統計10月30號到19號 登革日疫情新增3級案例 其中2例是新北市 1例是苗栗 想不到這週連台北市中正區也淪陷 一名50多歲女子出現發燒頭痛等症狀 25號就醫後通報 因為她沒有出國時 也沒到新北市的登革日管制區活動 確定是本土個案 颱風它帶來的外圍環流可能就會在北部這邊帶來比較大的降雨 所以還是要特別提醒民眾 登革日的這個威脅會持續要觀察到11月中 所以這段期間如果說還是有這個積水容器 就容易導致病美文的滋生 這週康瑞颱風直撲台灣全台猶豫 提醒民眾除了做好防台也要注意世外的容器 別積稅別讓登革日疫情繼續擴大 記者綜合報導